一连圈的亚洲纪念会让宋仲基变成了空中飞人 但所到之处还真的是人气无法大 大陆广州人山人海宋仲基普通话讲的标准 粉丝们要求讲广东话他也配合演出 而在深圳界面会深情献唱让粉丝的心都要融化了 配合度超高的宋仲基接下来就是要到上海 但大陆地区的主办方HS娱乐公司却突然在官方微博上宣布 原定于5号举办的上海界面会因故延期 让粉丝相当错愕 外传浙汉之前入境时宋仲基的护照讯息被曝光有关 虽然经纪公司强烈要求下网上流传的讯息大多已经删除 但看来粉丝太过疯狂的举动已对艺人造成困扰 记者综合报道